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 他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 但不明白美方为什么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 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协议 对此安风山表示 外交部发言人已就此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 整理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 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 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无中谈起 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会遭到严重的冲击 而特朗普的言论提出之后 台湾内部包括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的一些民意代表提议 蔡英文之前提出的所谓维持现状这个说法也已过时 台湾或许可以不受限于一中框架 对此安丰山回应称 我想强调的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这是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和事实的依据 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现实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的立场 是坚定不疑的 在反台独 反分裂这个问题上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有充分的信心 也有足够的能力 我想适时会告诉这些人 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欢迎您好 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现在有两个问题 首先还是延续一下刚才的 关于特朗普不当言论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现在外界就担心说 如果接下来还会有类似的言论出现的话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是辫字还是当选了 2016年海峡两岸的年度汉字 而苦字则成为了2016年台湾的年度汉字 那么对于这样的评选结果 请问一下发言人有什么样的评论 谢谢 我想我们的对台的大政方针 是明确的 一贯的 一个中国原则 是我们在这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您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海峡两岸 每年评选的这个年度汉字 已经评选了好几年了 今年既有我们两岸媒体共同评选出的 也有台湾媒体自己选出的 今年的年度汉字 向两岸 评出的变 和台湾的苦 实际上都反映了 两岸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 和导内局势变化的一个切身的感受 这对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对于遵循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 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人黄崇燕12号晚间表示 蔡当局对于美国新政府团队新任总统当选人各项政策转变和调整 以及整体的政策走向都有积极与美新政府团队有展开沟通 但并未正面评论特朗普的此次表态 而岛内蓝绿民带对此也是反应不一 针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接受专访表示 除非中国在经贸议题上对美国让步 否则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要被一个中国政策所牵制 对此蔡英文办公室表示 不会评论美国的政策和诠释 蔡办发言人还说 当局各个单位从安全经济处理对外经贸的部门 都已经动起来做相关的信息搜整 且已经跟未来美国新政府团队展开沟通工作 民进党及民代罗志正则分析说 不要太过正面去解读特朗普的说法 那是有风险 他指出特朗普不是要放弃一个中国框架 对台湾来说这是有压力 因为谈判结果 可能一个中国政策趋向更紧 也不一定 要非常小心翼翼 而国民党及民代李燕秀表示 美国大陆和台湾方面三方角力 台湾如何维持平衡非常不容易 如果台湾一再被当成筹码 之后可能被出卖 包括进口瘦肉精美猪 后续经贸谈判 包括军购等 不要被卖掉了 还在帮人家数钞票 马英九方面 12号对此议题则表示 要等明年1月20号 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 再行评论 蓝银高层认为 特朗普如果否定一中政策 形同助长所谓台独势力 直接影响强调绝而共识的国民党 在台湾政局更行示威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 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后 台湾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传出近日赴美并访问华盛顿 台外事部门主管李大为也于近日赴美访问 据悉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时 吴钊燮 李大为等人都陪同蔡英文 指此敏感时刻 台当局高官赴美 不免让外界注目 但台方对此采取模糊回应的态度 解释称是以往惯例 不做过多解读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13号赴中国文化大学演说指出 李大如在政治议题上没有共同的看法 很多方面就推不动 想他一上任就着手解决卷而共识问题 但现在有些人不赞同 结果对台湾伤害很大 另外马英九还指出 联岸交流青年是很重要的一环 应该一直增加陆生名额才对 联岸学生有很多误解 建议台当局给陆生最大方便 马英九提到 蔡当局虽然同意陆生纳宝 但跟马当局当初想象的陆生纳宝不一样 既然说是因为学生年轻 用健保机会少 让他们纳宝其实是我们赚到 他呼吁蔡当局应该考虑考虑 全世界对外来学生都有好的对待 才能促成交流 好来看下一条 国民党党产恐怕又要被砍一刀 日前有民进党近明代认为 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董监士 是由国民党的华夏公司指派 要借贷一千万元新台币以上 也需要经过华夏公司同意 因而双方有从属关系 呼吁台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应该紧速处理中广公司 将它收归工友 对此台党产会表示 中广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本周五将召开预备听证说明 先不要下判断 中国广播公司的董监 是由国民党的华夏公司指派 因此民进党立委认为 两者有从属关系 应该将中广收归工友 除了台北松江路上醒目的大楼外 台湾中国广播公司 在全台各地的不动产 超过93亿元新台币 陈其迈等绿营名代 呼吁台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尽速处理中广 当年中国广播公司 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 如今发展为 不止音乐网和宝导网两个电台 剩下的中广流行网 新闻网 乡亲网等 党产会出手后 恐怕也将全数走入历史 中网公司你连要去借贷 超过一千万 都要华夏公司的一个同意 那你所有的这些董监 华夏派出来的嘛 不然就是中投的嘛 民党就超级笨 你谁不邀请 你要求党产会的主委 除非你认定你手上拥有的东西 比孤立雄手上的东西 那还要完整啊 面对绿营一刀一刀砍党产 国民党中央拜托党籍民代 安排顾立雄进台立法机构做报告 但迟迟没有发出通知 党产议题不断延烧 任何与国民党有大小关联的公司或组织 都难逃党产会的眼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闲夜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播出的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来看新闻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在当地时间的12月13号宣布 决定提名美国艾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 对蒂勒森赞赏有加 称他是当今世界最有成就的商界领袖 和国际交易能手 相信这一领导全球化企业的能力 会帮助蒂勒森成功运营好国务院 特朗普还提到 蒂勒森将强有力且目光敏锐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帮助美国扭转多年来 误入歧途的外交政策和行动 蒂勒森现年64岁 出生于德克萨斯州 以975年大学毕业后 进入艾克森美孚工作 迄今任职超过40年 拥有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 他在生意上 与许多外国政府打过交道 曾担任艾克森美孚在俄罗斯的项目主管 在蒂勒森的运作下 这家石油巨头 与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关系 2014年 蒂勒森还曾对美欧因乌克兰危机 对俄实施制裁 提出过不同意见 俄罗斯总统普京 定于本月的15号至16号访问日本 届时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 他在出访日本前 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 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 根据克里姆林公网站发布的专访内容 普京在访谈中表示 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 是日本认为两国存在领土问题 但俄罗斯愿意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但普京同时警告日本 不要试图一上来就谈日本 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的主权问题 这会关上进一步讨论的大门 普京还表示 解决同日本的领土问题没有时间表 谈到签署和平条约问题 普京表示 希望他此次访问 能就这一问题与日本达成谅解 并表示 希望实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 普京提到 俄日签署和平条约 应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 而日本在数年前 不仅停止了与俄罗斯的接触 还加入了对俄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排除了俄日在南千岛群岛 进行联合经济开发的可能性 普京在访谈中还特别提到俄中关系 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伙伴 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度信任 普京还表示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 两国经贸关系将进一步扩大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3号报道 俄罗斯南部军区新闻局当天发布声明说 克罗斯防空体系一体化进程 克里米亚地区防空体系余额已经完成 声明说克里米亚防空系统相关人员已接受培训 可完成现代化武器系统操作 同时克里米亚已融入俄罗斯现代化军事装备列装体系 克里米亚地方政府表示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部署 能使克里米亚应对任何来自空中的挑衅 可警戒俄罗斯南部地区方圆数百公里区域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 当地时间13号在柏林举行会晤 双方认为有必要延长欧盟就乌克兰冲突对俄罗斯的制裁 据了解是否延长对俄制裁将是15号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的议题之一 欧盟官员近日曾透露 默克尔和奥朗德将在峰会上联合建议欧盟延长对俄制裁 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13号反驳了德法领导人对俄罗斯的指责 他表示俄罗斯正在为重启落实西明斯克协议的进程竭尽全力 协议落实受阻是乌克兰方面造成的 德法领导人的表态只会适得其反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地时间13号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拿出具体可行方案 用于设计建造船用核能推进器 生产相用的核燃料 以回击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伊朗制裁法案的做法 鲁哈尼还说 美国倘若最终让对伊朗制裁法案生效 那将等同于违背伊朗核协议 据日本经济新闻13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加强钓鱼岛周边的警备态势 日本政府确定的2017年预算案中 决定拨给海上保安厅大约2100亿日元的预算 创造了史上最高纪录 这些预算主要用于新的大型巡逻舰建造 并强化带预导极其周边海域的警备体制 日本媒体把海上保安厅大幅增加预算的原因 归结到中国身上 对于日本海上保安和防卫费接连创造历史新高 朝日新闻称 这是安倍政府连续五年增加防卫费用 预计这种趋势今后还将继续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请也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今天将迎来海峡新干线第四千期节目的播出 十二年来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与厚爱 为了纪念这一特别的日子 今晚的海峡新干线将会利用一定篇幅的节目时间 播出热心观众和嘉宾对我们节目的祝福 以及我们幕后工作的花絮 同时微信公众号还有短信互动 以及抽奖环节 敬请关注 我们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中午庄出发 365天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十二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二十二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 您还要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感谢收看 下期见